可以双手抱着自己像是一颗小小的种子 然后在长大的过程呢 去感受你身体的核心 还有四肢的力量 还要打开你的感觉 今天我们一直在练习感觉 我感觉到的不同 声音 触感 温度的变化 边界的差异 然后脚下 脚踏的地板的不同 OK 那可以请大家都把眼睛闭上 这样有助于让我们更多的 去进入这个大树的想象 好的 我们今天即将进行一趟旅程 感觉你的身体是一个新生 身体里面有满满的力量 那当你是一颗种子的时候呢 你是被风吹过来的吗 还是你是被动物或者是某个人带过来的呢 有些小种子顺利的落在泥土里 但是有一些种子 它会在石头边或者是溪水旁 不论你落在哪里 你的内心都怀抱着信心 当你是一颗种子的时候 你感觉到 内心好像有一股力量 所以雾雨来了 你要把握机会把雨水吸饱 阳光来了 把握机会储存满满温暖的能量 月亮出来了 开始唤醒你的生长 这个时候 你慢慢的把根长出来 感觉好像从你的脚底 串出一条根出来 这条根帮助你吸收 土地里更多的营养和水分 因此双脚就是你的根 请大家可以把你的脚动一动 与土地连结 踩稳土地抓稳石头 找到细缝往下扎根 慢慢的 根开始吸收了营养 感受到大地与大地连结之后 我们就要长出芽来咯 感受到根与土地在一起 满心欢喜的即将串出 现在请大家 从内心感受用一点点力气 冲出泥土 慢慢把你的手 像挣脱一样 慢慢的打开 挣脱泥土 可以的话 生长你的颈部 生长你的脖子 把你的脖子慢慢的往上抬 慢慢的往上抬 就像串出来的牙一样 可以再更多往上一点吗 可以再更多的仰头吗 接下来可以把你的身体 慢慢的站起来 就像发芽一样 你也可以扭动你的身体 慢慢的串出来 扭一扭 然后把你的根扎得更稳一点 把你的脚踩一踩 好 大家都发芽了 哇 大家发芽都有声音耶 好开心哦 发芽之后要做什么呢 大家要去找寻阳光的方向 好 感受一下阳光在哪个地方呢 阳光在你的前方 阳光在你的前方 左方 或是后方呢 风在你的哪个方向呢 风在你的哪个方向呢 好 把你的脸 仰向阳光的方向 白天有阳光 晚上也有星星 你会看到日出的太阳 和月亮晚上的升起 以及天上的星星 感受这片土地的云雾 有阳光的日子 也有下雨的日子 每日的每日 你的身体会更加的茁壮 这个时候可以大家把身体扭一扭 感觉自己更加的茁壮 变更 变成 从一棵小苗 变成一棵更大的树了 变成一棵更大的树 大家有什么感觉吗 好 试着展开你的手臂 不要害怕尽情的伸展 打开你的手臂 不论你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诞生 你都没有放弃寻找阳光的方向 所以阳光透过你的手掌 进入你的手背 进到你的心 进入你的身体 再进到你的双腿 进到你稳稳扎在地上的根 让你持续茁壮茁壮 不论现在你是什么样子 你都是一棵独一无二的树了 风来了 请大家摇摇身体 感受到你长满枝叶的身体 会轻轻的摇晃 春天到了 春天是什么感觉呢 有没有哪棵树要说说春天的感觉 温暖了 温暖了 我长出更多的叶子 脆脆立立的叶子 好棒哦 长出更多的叶子 什么感觉 春天也有好多的鸟儿 虫儿也都一起长出来 在这个大自然中 敏诚说春天有顶天立地的感觉 春天有顶天立地的感觉 好棒的春天呢 但是很快的到了夏天 各位大树伙伴 夏天是什么感觉呢 太阳更大了 好炎热的太阳 烧焦了 烧焦了 这里有一棵被烧焦的大树 而且树已经肚子饿了 树肚子饿了 好棒 好棒 那就进入秋天 秋天的树是什么感觉 要脱落的感觉 要脱落的感觉 还有呢 变黄了 变黄了 白红 哇 有人变红 有人变黄 开始脱皮了 脱皮变得凉凉 树叶变少了 树叶变少了 那阳光有没有越来越多了呢 当你的叶子变少 你的身体就晒到更多的阳光 要储存能量准备过冬了 哦 好 很棒 那到冬天的时候 大树感觉到 冷搜搜的感觉 有没有 结冰的感觉 有人有不一样的感觉吗 有树有不一样的感觉吗 有人感觉凉 有人感觉冷 有人感觉寂寞了 哦 有人感觉寂寞了 心敏愿俊 这感受冷到 冷到 太冷了 身边的 动物啊 鸟儿 好像也变少了 在冬天的时候 大家的声音都变得更少了 OK 好 那再回到春天 我们在春天结束 假设现在是春天 听听这里的声音 你的身边有好多的伙伴 有小鸟在你的身上唱歌 有松鼠把你当成他们的家 可能也有一只熊 抓抓你的树 偷吃你结出来的果子 好的 现在 我们再次回到春天 你充满了能量 开出了花 结出更多的果子 你的果子又掉到地上 温暖的土地 再带来更多的生命 更多的伙伴与我们一起 让我们成为一片更美丽 更丰盛 更多样的森林大地 大树都是土地的守护者 大树都是土地的守护者 好 我们再次回到自己 好 再深深地伸一口气 把手往上 往上 吐气往下 好 再深深吸一口气往上 感受 感谢大树为我们创造很棒的空气 这么好的环境 那我们刚才透过这个大树的练习 跟自然万物跟大树有连结 好 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心里面开始有一句话 有一句诗句出来了 那就可以放在你的心中 可以想一下 请志工朋友跟我们的视障者 都想一句诗句 我们等一下要把它组成一首诗